2021年1月5日,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告诉一群他的支持者说 巴西破产了,而我什么都做不了 巴西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发展环境 不仅地理位置靠海,还坐拥丰富的资源 域内地形平坦,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气候宜人 国土面积是印度的三倍 这样一个拥有851.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承载2.1亿人口的国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具备发展成世界前几位强国的潜力 可是如今却走向了破产 国家居然也会破产吗? 海丰从三维地图上为各位逐一解答 首先,我们并不用担心巴西会被侵占主权 与一般意义上的破产不同 一般企业破产在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 债权人会通过一定程序将债务人的全部资产进行重整清算 供其平均受偿 从而使债务人免除不能清偿的其他债务 并由法院宣告破产解散 国家破产在经济学上有两种定义 其中一个就是指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 及资不抵债的状况 比如2008年冰岛主权债务为1300余亿 而它的年GDP仅有190余亿 这样就可以称冰岛处于国家破产的状态 由于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将全部资产供债千元平均受偿的 国家破产只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动词 体现一国经济形势之危机 并不预示着国家主体破产倒闭 由他国接管 进而改朝换代 在这个意义上 巴西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破产的国家 历史上国家破产的情况时常出现 仅仅自19世纪初以来就发生了超过250起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许多依赖金融业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之后 纷纷宣布国家破产 2008年的冰岛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这个现今人口仅32万 四面黄海的北欧小国 过去仅靠渔业之称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 全球经济上涨的东风 加上宽松的投资政策 一度给冰岛带来虚假繁荣的盛况 08年危机爆发 泡沫破灭 高达1000亿欧元的巨额外债 迅速将这个世外小岛 拖入破产的深渊 总统格里姆松急到心脏病发 被紧急送往国立医院 进行血管修复手术 而大批失业的冰岛人 不得不前往挪威等国家 下南洋谋生计 2021年 巴西的破产很大程度上 与领导人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政策有关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 素有南美特朗普之称 不仅对待中国的层面上 与特朗普相似 应对新冠也同样消极 新冠疫情以来 伯索纳罗一直对该新冠肺炎 持怀疑态度 并称其为小流感 这样不积极的抗疫措施 使得巴西成为受新冠影响 第三严重的国家 截至2021年1月16日 巴西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超过839万 有超过20万人丧生 疫情失控对国内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巴西国内出现大量人员失业 失业人群超过1200万 失业率达到11%以上 即便如此 总统伯索纳罗的支持率还是反常的升高了 这要归功于伯索纳罗政府推行的 大规模经济援助福利 旨在扶持受到新冠大流行影响的自雇者和失业劳工 经济援助政策从2020年4月开始 一共维持了9个月 覆盖人数达6800万人 相当于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2020年3月26日 巴西经济部长保罗·盖德斯宣布 将发布由经济部 公共银行和中央银行协同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 总额达7500亿雷亚尔 约合人民币9000亿 这一系列松温暖的政策远超巴西自身的承受能力 持续的支出让巴西的公共债务负担沉重 政府债务负担将从2019年占GDP的75.8% 增加到2020年占GDP的95% 国家破产虽然不会导致国家主权的丧失 但其在巴西国内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首先国家信用等级下降 巴西政府发行的国债有可能没人认购 这将进一步加剧政府的债务压力 投资环境恶化 国外的投资商流出 国内经济下滑加剧 对应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 外汇收入只会越来越少 在外汇减少之后 政府的开支压力会持续加大 这时候为了应付日常的各项开支 他们有可能会增发货币 通货膨胀加剧 一个国家走到破产的边缘 后续经济发展肯定会不太理想 一旦经济发展不理想 再加上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就有可能导致很多人失业 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矛盾加剧 企业破产清算后就依法注销 不需要再承担任何偿还债务的责任 国家破产后则仍需继续还债 相关债权国可能还会采取措施 对其政府施加压力 令其变卖国有资产 比如铁路 公路 机场 国有企业等 这些单位被外国接手后 单位的员工可能会面临裁员 还会要求政府缩减开支 以便债务能够延期偿还 这就造就了政府 不得不大幅缩减财政支出 比如削减国民福利 取消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推迟退休年龄 以及减少养老金开销 政府机构和失业单位裁员 提高税率等 2009年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前期就开始停发退休金和社会抚恤金 有领不到退休金的老人 在雅典市区中心宪法广场自杀 还有单亲妈妈杀死孩子 然后自杀的事件发生 这些平时依靠政府福利过活的弱势群体 是最先受到影响的群体 政府破产造成的后果是巨大的 对国民的生活影响深远 要想摆脱这种影响 一般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巴西也曾有过如昙花一现 绚丽却短暂的经济奇迹 1964年到1985年 巴西经济曾快速增长 巴西的大豆 咖啡 牛肉等农产品位居世界前列 矿产资源也多到令各国艳羡 巴西有29种矿物产品 储量位居世界前列 其中铁矿石储量和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二 巴西还是世界第九大石油生产国 巴西拥有世界18%的淡水 人均淡水拥有量2.9万立方米 靠着丰富的资源 巴西从一战期间就开启工业化进程 1933至1940年间 巴西在工业产值方面增长44% 并培育了一批石油 钢铁 化工等工业企业 发展工业化也让巴西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 尤其在1968到1973年 巴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以上 这段发展期也被全球公认为巴西奇迹 1980年巴西的人均收入 还高于当时的亚洲四小龙 可是在1989年 巴西军政府还政于民 全民选举出来的总统掌权 实施的一系列自断双亿的政策后 巴西就朝着深渊不停地滑落 接下来还接连遭遇了拉美债务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状态 曾经被称为上帝之城的巴西 盗窃 杀人 抢劫等罪恶无处不在 每年都会有6500人死于谋杀 且贫富差距在不断加深 2017年 巴西50%的最贫穷人口 劳动收入都减少了3.5% 但巴西10%的最负有人口 劳动收入却疯狂增长了66% 据统计 巴西全国总共超过6%的人口 住在贫民窟里 单单在里约一个城市 就有1000多座贫民窟 这些房屋绝大部分聚集在大城市 往往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之外 缺少净水 电力 卫生设施等基本服务 而里约非贫民窟居民的平均收入 是贫民窟居民的5.6倍 贫富差距如此之大 可是恰恰国家破产受到冲击的 还是这些贫困人口 有人对伯索纳罗的发言做出了解读 认为他只是为了停止福利政策而造势 而这巨额花费和新冠疫情的肆虐 还将持续影响这个国家很长一段时间 不知各位认为巴西破产应该归咎于谁 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